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站在这地球的舞台 让我们共同倾听人与自然最神圣的交响合唱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 音乐会的主题曲 圣殿般的雪山 有著名诗人吉迪玛家作词 音乐家郭景文扑曲 中国音邪副主席谭丽华亲自指挥 可谓阵容豪华 然而到场观众却不到两百人 他们到底为谁献个 原来他们最重要的听众在身后 为了对中国人成为万山之宗的昆仑山人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山的国家 三分之一的国土被山地覆盖 一个远在西部的荒山 则已被中国人崇拜了近三千年 走进昆仑 干燥猛烈的风 已经把这里吹得遍野荒芜 这个从新疆绵延至青海的大山 长达两千五百公里 它像一座巨型围墙 把青藏高原紧紧包裹在里面 以至于数千年来 山外平原的人们对这里的世界充满遐想 传说中 这里是皇帝在人间的都城 凡人禁止入内 然而 刚刚走进昆仑山 我们就发现了探访者的踪迹 在一个名叫野牛沟的山口 十余个神秘的洞窟 正悄悄地窥视着来访者 洞壁开到的细腻平整 近身大十余米 这右边还有一间 大的 不仅有门窗 还有精致的灯台 这绝不是临时的住所 然而 附近既无田园 也没有牧场 谁会在这荒凉的山野安家 进入洞窟十几米深处 一个不同寻常的圆形的耳饰出现了 这道是修炼的 十五年前 几个台湾道人来此寻访 一住就是五年 他们忍受着如此艰辛和寂寞 到底想找到什么呢 纵观全球 这些道人的探求并非孤立 对神山的崇拜是世界性的 它构筑了世界各大民族信仰的基础 我们的昆仑山就是世界中心 是我们神话里边的世界中心 从东方到西方 神话里边都有那么一个众神居住的 靠近人间的那么一个神山 这些神山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令我们崇拜千年 人类学家 考古学家 以及宗教信徒 都在寻找着真谛 在昆仑山路 人类学家已经有所发现 阿旺早就知道 在昆仑山路郡河边上 有一个女神护佑的动物棚果 今天她终于来了 老远 鸟儿们是不知而同地 朝那个方向飞去 在郡河边上 方圆十几公里 有很多的山岸 唯独这个小岛是动物的乐园 当地人说 那是因为女神一直护佑着这个小岛 小岛上还有很多女神留下的遗迹 这是什么 这是女神 她的头 盐画上的牛羊都是成牌的绘制 似乎刻画者在夸耀着那个牛羊成群的时代 而野生动物则分散于牛羊之间 它们似乎和谐地共处 从岩石的风化程度 专家判断 它应该超过两千年以上 来自史前的远古年代 沿着旁边的郡河搜寻 不远竟出现了一个令我们熟悉的女神 西王 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祭坛 在两千年前汉唐时期 中原王朝每年都要派高官 到这儿来祭拜西王 汉书上记载 那么青海有个西王母之国 这国的什么地方 就是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青海高原 根据我们的研究 西王母是古老的一个部落的首领 兼大牛 在当地藏民传说中 那个女王又叫智雪杰木 意思是通辖着十万顶帐篷的女王 那该是一个怎样庞大的王国 冒险追踪能否见到传说中的白虎 柳湾的三百个墓葬的主人是谁 他们的后人又去了哪里 请继续收看生生不息昆仑山 青海高原是一个人口稀疏的地区 只有在八月份赛马的日子里 一个部落的人们才会聚集到一起 二十顶帐篷已经是一个盛会 这让人难以想象 十万顶帐篷的秩序芒果 该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约有十万顶帐篷 就是游牧人家的这样的女兄弟 这样一个部落 那说明他的实力是非常大的 足可以称为是西王 拥有十万顶帐篷 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传说的话 数千年前 这个部族必有非凡的影响度 历史学家发现 中国史书上最早明确记载的一个民族 江 正是生活在这一地区 昆仑山就是他们的家 作为新时代昆仑的牧民 勒旺并不熟悉那些传说和背景 但是两年前他拍的一张照片 却让那些古老的昆仑传说 重现升级 一个出动的早晨 勒旺接到亲戚的电话说 村子附近一头藏羚羊被野兽咬死了 而袭击他的动物 很像当地传说中的白虎 白虎是传说中古代江人的神灵 每到农历十一月 在青海的一些地方 还沿袭着跳乌土的习惯 这个乌土就是古代汉语中的白虎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 白虎一直生活在南亚热带地区 高寒的昆仑山 怎么会有白虎呢 虽然已大雪封山 乐望还是决定 带上自己的相机 亲眼看一看 这传说中的昆仑之神 可是一踏进雪山 眼前的路途却令人生畏 踪迹显示 这只猛兽 竟只向五千多米的雪顶奔去 陡峭的山体 加上身后的积雪 追上这雪山的精灵 几乎没有可能 根据经验 乐望决定 从山谷绕道陡阶 但是山谷的积雪更深 而且积雪下面可能藏有危险的断崖 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刚刚穿过山谷 一群秃鹿出现在前方 也许那就是动物的家 它储藏的食物引起了秃鹿的兴趣 果然 在山坡的另一侧 乐望发现了目标 那看似是一个摇动的黑点 其实是动物的尾巴 接着动物也发现了它 猛然回头的瞬间 一张珍贵的照片诞生了 它就是动物界最宾威的雪豹 由于常年生活在雪线之上 夜间活动 而且隐身技术高潮 数十年来 全世界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 不超过十张照片 而本地更是头一回 历史学家判断 由于早期青海高原 人们对老虎没有明确的认识 因此把白色的雪豹 误称为白虎 它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 昆仑主宰西王母的化身 雪豹让人似乎又看到了 远古的女神 不过更吸引历史学家的 则是西王母身边的那个族群 他们发现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一个族群 枪 就生活在这一地区 柳春城租迹北京 十年来却一直钟情于眼前的这片满头山 当地人都知道 这儿随便挖一产子 都可能跑出四千年前的宝贝 所以他必须步视到山里来查询 眼前这个令考古学家着迷的地方 就是青海省 瑟都县高庙镇六万寸 这颗沙盘模型上的每个小标牌都代表一座墓葬 满山遍野的墓葬年代跨度达一千五百年 这意味着原始先民在此稳定生活了一千五百年之久 到底是谁留下的墓葬 也许从那一万三千件宝贝里 才能够找到线索 这个墓中盛放食物或水的陶罐堆积入山 而这里墓主人把它放在头顶 或置于躯体之上立以赢加 如果说这些陶罐都是古代常用起来的话 那么这一套刀叉残具 出现在三千年前的昆仑山 就非同小可了 这套由动物骨骼制成的刀叉 与十九世纪欧洲金属参具 几乎有着同样的尺寸和比例 不仅如此 2002年考古学家在附近的拉加石前遗址中 竟然挖出了一碗精致的面条 检测发现 这些小米面条出自四千年前 长达五十厘米而没有折断 说明当初具有良好的韧性 是用专用设备压制出来的 这些美食以及餐具的出现 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难道他们的主人就是中国史书中 第一个被完整记录的清派族群古强 那么咱们背面 它是柳湾墓地 那么它的人类生活的居址在哪 那么我们柳湾墓地呢 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个原始人类生活的居址 他们在柳湾留下了三千个墓灶就消失了 这群人如今到哪去了呢 学者一直在寻找这些昆仑的子 长江黄河在青海高原 为何成了小河流 昆仑 山的细腦 牧民捡到的漂亮石头 是否就是传说中的昆仑美誉 请继续收看 生生不息昆仑山 一大早起来 当起阿妈就在整理自家的阳台 因为又一批远方的客人要来参观 这两年 阿妈接待的客人超过了之前半辈子 这些人不自辛苦 到这个森林何苦来干什么 马克河林场 位于东昆仑巴雁喀拉山区 从西宁到这里 行程超过十个小时 然而 这偏远的森林河谷 从2008年开始 却吸引了很多民族学专家前来 据说 这里七十年前 还有女首领统治着 收拾完阳台 桑姐阿妈开始磨青磕粉 可是这石磨也吸引了参观者 还有这些仍然在使用的桃罐 它们都与山外截然不同 当地村民说 这些房子已经住了六代人 远的历史就说不清了 更让来访者感兴趣的是这些房子上随处可见的射击口 难道他们在防御着什么 不过真正的防御设施不在村子里 到了山顶 这才是真正的武装 每一个山头都有一个碉楼 数十个碉楼 护卫着方圆五公里的村站 构建出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我们的藏族当中的一些文化 有很多是属于羌人的这种文明的因子 所以包括他在你说的这种柱的碉楼 四川的羌人羌组 碉楼是羌组的标志性建筑 在四川汶川等地都有较大的群伦 然而在古代羌人的发祥地青海 多年以来人们却绝少发现这样的建筑 斑马县的碉楼 也许是古羌人清洗之路上重要的一环 忙完一天 桑姐阿玛终于能在屋顶上歇一歇了 眼前的家园依旧清醒 但祖辈的故事却已模糊 只有山谷中这条河流 能够换起那些古老的宝质 传说祖先们就是顺流而下 迁徙过来的 但河流的另一端又是什么地方 穿越戈尔木河潭密布的山路 当地人带我们先往传说中 种河的源头 这就是昆仑山玉珠峰冰船 传说中昆仑山发育了赤水 白水 黄水和黑水 囊括了古人印象中的所有大河 然而来到冰船之下 我们却找不到它与那些大河的联系 倒是由于五千一百米的海拔和常年的低温 使这里了无声级 千年的风华 让这尖冰更像白色的石头 遍布裂纹 此时 一个莫名其妙的声音来自脚下 顺着声音走出五百多米才发现 原来乱世覆盖的冰层下面流淌着冰川的游水 三百公里之后 他们将汇入黄河 从中国人来讲 黄河长江 这是大河大江 那是要崇拜的 但是在青海高原来讲 黄河长江的源头也是一个小小的河流 那么主要是信仰崇拜什么 就是大山高山 昆龙山的信仰 根据很多专家的研究 它是跟羌人的信仰是一关的 感念家园 崇拜大山 这正是昆仑文化的源头 作为中国跨度最大的山脉 它复杂的地形 多变的气候 有趣的生物 给了古人无限瑕疵 新世纪 这神山里的一种石头 更让昆仑文化名扬海外 星期天的早晨 格尔木的玉石市场热闹非凡 每个人都想逃到一块 货真价实的昆仑玉 作为昆仑玉的发现者 范小华也混迹在人群之中 17年前 他绝没有想到 那个偶然的机会 竟让古老的昆仑传说 再次畅想中狂 1993年春 地质专家范小华 来到了昆仑山三叉河 一处不知名的小山上 此前一位牧民曾经报告说 在山下发现了一块漂亮的石头 范小华怀疑那就是一块玉 第二天 他和牧民一起爬上了这个 当时还非常陡峭 而且没有路的山 传说中的昆仑山 是一个玉的世界 那里有玉器的建筑 穷楼玉阁 皇帝的名字也叫玉帝 可是近代以来 探矿专家却始终未能在昆仑山 青海境内发现美玉 昆仑传说中的宝玉从哪来 1993年的发现 似乎揭开了这个耗米 刚开始上来的时候 这整个山体都是都没有开台过 上一年的风花以后 它落落到地表了 落到地表以后 它越来越通过日晒雨林 看到是很舒服 就像抛了光一样的那种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昆仑宝玉 它明白剔透 的确如雪山般的圣洁 也许正是这个人意 四千年前 昆仑山路的西王女夫人 把它当成了雪山的化身 随身的信 2007年 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 奖牌的镶嵌材料 正为重要的课题 它不仅代表中华文化 更得经受严格的考验 直律57毫米 厚度却只有3毫米 而且能承受未来百年以上 碰撞 挤压 磨损的考验 昆仑玉 胜出 2008年 北京奥运会 900枚特殊的奖章 被世界分享 它上面镶嵌的昆仑玉 成为中华民族的 使者和象征 它不仅是 出量稀少的石坊 更包含着昆仑独特的客截 坚韧不拔 生生不息 神秘洞穴 平线诡异事件 考古队员冒险进洞 欲接谜题 穿越千年尘埃 考古人员 是否能为我们揭开 洞中的千年惊天秘密 敬请收看 左边中国系列片 明山印记第五集 神秘神奇 龙虎山